丈夫惨死在家中 而双目失明的妻子却毫不知情 突然他脚下一滑 他这才发现丈夫冰冷的尸体 阿珍吓得转身就跑 不料他正撞进凶手的怀里 经过和凶手的一番搏斗 阿珍终于逃了出来 幸好他碰到一位光头警察 奇怪的是 警察不仅没有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反而又将他带回了楼内 原来光头根本不是警察 他和凶手是一伙的 两人把阿珍带回家 光头逼问他 钱到底藏在哪里 见女人不说 同伙又是对他一顿毒打 这时光头好像发现了什么 原来墙上的一幅画 引起了他的注意 接着他就用刀子划开相框 果然这里面藏着大量美金 他们把钱装进袋子 走之前马克提出杀掉阿珍 可光头却阻止了他 说阿珍是盲人 看不到他们的长相 没必要杀他 但光头没想到 这个决定会让他后悔一生 等两人走后 阿珍本以为自己安全了 跑到门口赶紧将门反锁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两个人根本没走 一直就藏在家里 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要钱这么简单 晚上阿珍听到 家里好像有动静 他立马反应过来 两个人应该还在家里 他急忙跑出去 想要报警 可就在开门的瞬间 马克迅速将他拦住 光头也紧随其后 阿珍赶紧跑到阳台上 拿出铁棍防身 两个人慢慢向他逼近 原来他们真正想要的 是阿珍丈夫 藏在家里上翼的钻石 两个人之所以假装离开 就是想看看 阿珍会不会拿出钻石 光头看到阿珍脖子上的钻石 他断定 阿珍肯定知道 钻石藏在了哪里 他掐住阿珍的脖子 逼问钻石的下落 可阿珍就是不说 于是光头抱起 阿珍心爱的黑猫威胁他 如果再不说 就会把他的猫摔死 可正当阿珍犹豫时 这时马克看不下去了 他觉得光头这样做非常残忍 于是两个人为此事吵了起来 此时阿珍听到直升机的声音 他急忙爬上天台 朝直升机拼命挥手 终于驾驶员注意到了阿珍 可刚要飞过去查看 结果光头就用枪顶在了阿珍的后背 威胁阿珍和他假装情侣 驾驶员一看 原来是一对情侣在天台秀恩爱 很快他就飞走了 随后光头将阿珍绑在桌子上 准备用残忍的手段 让阿珍说出钻石的下落 二对情侣比我开选手 我印象中的一个阻礼